好的 第二张地图已经开始了 担任前辅者一方的是SV 担任保卫者一方的是AE 可以看到SV上来还是打得比较保守 这边二星又是顶出来了 发现了念旧的位置 马哲率先七杀罗浩 这颗手雷 二星一个 吃的好糖 两个 弹血状态 完成双杀还打落了C4 立功了 二星这个赛季的发挥确实是非常亮眼 AK是真的准 这边SV已经摸到了管道 被萧麒麟发现 看这边AE这一分还是非常有戏的 但是二星的血量不太好啊 这边是被长矩打掉 方式卡住大楼梯 A包点是没有人的 18打掉了梅西 马哲打掉西西 萧麒麟也是被18打掉 那第一分是SV拿下 这一局的话SV上来一个人卡住了 一空 三个人转战到了广场 必须顶房 然后梅西刚刚也是非常 哎呀 梅西一个 有没有两个 哇这边是也是被补掉 没错 变成了4打4 浓浓的烟雾当中是什么也没有看见 带着C4的是站在了B扣 防止B扣的人有人偷上来 没错 安可这边是想在A门打开突破口吗 这边小球人是想进管道了 应该会碰到马哲 看看这一回合的交战是谁能 哇直接反应非常快 没错 打掉了马哲之后这边A门有动作 二星被击杀了 这边萧麒麟补过来 萧麒麟的位置应该也是被看到了吧 长序被打掉 包也是被打掉了 一颗闪光 看到安可了 安可不得不回来捡这个C4 那萧麒麟的出色发挥是帮A拿下一分 其实刚才如果安可是带着C4的话 其实又是另外一个局面 他可以转到A包点 也可以考虑下包 或者说再纠结一会儿 但是C4掉落那没有办法了 没错 这局 跟时正面照脸 你看 一换二 二换二 二打 二星 二星是偷到了管道 C4是安放了 在B包点 下来 直接从卷底回房 看到了 发现小黑屋有人 不跟你正面对 拉出来给你的 高 没有办法 两个人的交叉火力 那这样的话 比分也是来到了2比1 SV稍微领先一分 第三分 C7这个位置 C7要偷一枪没有偷到 走吗 还有一枪 可以走了 应该走了走了 哇 被抓掉 有点瘫了 瘫了两枪 就没有走掉 那这样的话 跟一是狗手相绕 选拟这边在一起 出来配合 比包点 罗浩三杀 但是已经非常不错了 我觉得 因为他后面也有人 没错 小区伦一打二 有机会 安可这边 血量不多 藏起来 啊 长序来打背身 分钩明确 3比1 血量少的在前面拉枪线 血量多的在后面偷背身 没错 哎 这一枪 单马不强来看这个位置 太危险了 C7这边是死死咬住 主要门这个位置 但是SV这边进攻 是从根屎这边 突破出来 马这也是放弃了大炮 在这局选择了AK 18 三杀 三杀 哇 在走廊的这个位置 四个 没有 哇 萧麒伦 还了一个三杀 你三杀 我也三杀 那这样的话局势 真的是瞬息万变 没错 念旧 变成了念旧 残局 C4还掉落 一个 哇 他没有开枪 对 他以为萧麒伦 在跟一射 那萧麒伦又是一个 单局射杀 那萧麒伦以个人实力 是帮A1拿下了两分啊 刚才念旧如果要是 不停止开枪 直接拉过去扫射 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念旧是根本就不知道 萧麒伦躲在柱子后面 那这样比分来到了3比2 这局逼空的顶防 萧麒伦真的是回回都顶 回回顶这个位置 跟一室这边 马哲又一次来到了 跟一室 罗浩 配合走狼 手雷来了 哎 身法还不错 这局 萧麒伦又一个双杀 对 把比分追平了 这局本来是想打个包夹壁区 结果没有想到 罗浩也是绕了出来 没错 那这几分 总的而言 还是打得有点快的 梅西又是在前点 长旭会不会搜他呢 就在右手 穿到了吧 哇 一换一 能接受 能接受 哇 西西这个回头 二把 哇 八哥又要站出来了吗 跟大炮正面钢枪 看看 哎 哇 那这个 是想念就 又是念就 那西西直接用手枪 手枪双杀 这个 有点浪了 比分是领先一分了 对 哎 西西今天发挥真的是不错 每次给他镜头的时候都是笑咪咪的 肯定是对自己的发挥也比较满意 一个 一换一 撤了撤了撤了 大新也是打掉长旭 哎呀 这个枪水了 三打三 哎呀 头盔 头盔飞了 这个手雷 没了没了 没了没了 这个二打三 一打二 二星 能不能力望 黄澜 感觉真这个闪光 拖延一下时间 就知道你有可能从这里回房 被迫转点 没有 还是选择从小楼梯下 这个两个人都在大楼梯怎么打 两个人一起拉出来打你 没有机会 四比四 这样的话来到上半场的最后一分 还不错 比分咬得非常紧 这五比四的上半场 对于下半场来说 双方都能接受 都能接受 阿哲这边 起大炮了 撤掉了二星 一上来就是拿到了不错的效果 掩护队友 西西是在管道吗 来到了一大楼梯了 三点就 A8点直接突破 A8点没有人 空城际 看一下后手了 西西跟萧麒麟两个人在A控 西西拘掉了18 没有选择从A控再继续针对 那这个C4下得很轻松 没错 管道这个很关键 长序 这个脱背身 直接 直接美姿姿 被架掉了 被罗浩架掉了 刚才那个脚步声真的很诱人啊 确实 本来以为出来能打背身呢 那这样的话 看一下 那是SV以一分的优势 领跑上半场 但是不得不说 AE在上半场打的真的不错 确实 而且打法也非常奔放 知道他们作为保卫者的时候 你看各种 尤其是最后一局 倒数第二局 梅西 萧麒麟跟罗浩 三个人都顶了出来 对 罗浩是从中路走廊的位置 没错 而且他们顶的不是一个时间段 就是他走廊先出来 然后 萧麒麟先出 在打那边的时候 B控出来了 就是这种 对 先是萧麒麟出 带走了一个一换一嘛 然后梅西在后面补枪 这个时候罗浩才开始动 罗浩从中路抓了出来之后 在网场对枪 这个时候 所有人的助力 被罗浩吸引过去的时候 梅西再出来打侧身 只可惜 抢水了嘛 效果还是不错的 看看A当剑潜伏者 直接被马则拘掉 杀了一个就走 哎 溜了一个进来 看看安可 查觉到没有 看到了 又被马则拘掉 我刚说过 马则这个图的局真的 是的 他卡的点位太多了 而且每个点位 感觉都打得如一朵水 阿星 又是一个马则三杀了 等一下西西 近距离穿他 感觉西西怎么 还是笑得很开心 为什么他被打死了 也笑得这么开心 哎 马则 你看 又举到消息轮 上鱼在更衣室杀人 这局势在死亡门 又有收获 哎 要对枪了 两把剧 烟雾太能好像没有发现 都看到了 要对 哇 西西获胜 西西准备开枪稍微快 那么一点 四打四 A包点认为他反闪过来 但是 念旧是直接偷过来 A包点是帮他吸引的 西西因为转到了广场 没有办法帮 二星去看这个点位 没错 罗浩直接穿掉了念旧 那双方在这个位置 是一换一 不过AE现在 在进攻A区的话 是稍微再等一等 看一下西西在这个位置 能不能破点 安可的位置很关键 安可这个位置必搜的呀 会不会穿 被穿死了 直接穿死了 看到18了 18这边要面临两个 两个敌人 18被打掉 长序一打二 又是西西 那张话比分来到了 6比5 A咬的是很紧 没错 A三个人来到B空 是要开一波车吗 我们看看 连跳 没有 这颗 看到了 这波要弱了 我们看看 二换二 这一枪 这一枪太厉害了 念旧和马哲分别 双杀 然后最后念旧一个三杀终结 没错 那这一波 感觉A1要赢的时候 是凭借着 念旧和马哲的出色发挥是 嗯 顶住了这个压力 扩住了这一波 本来是想一个 三二的Rush加B嘛 有没有加成 7比5 二星是过了 感觉A1过 A门这个点还是比较忌惮 因为马哲很喜欢凯 罗浩 哇 马上补掉两个 小启伦能不能偷到 三打四 一个 哇 直接被马哲手枪补掉 雷西一个 阿达 有希望两边的血量都差不多 那这个C4来B包点下了 稳稳的 长旭跟马哲两个人都是选择从卷底 哎 这谁破了头盔 哇 西西头盔被破了 只是想下个包呀 不要这么残忍 哇 马哲又是架掉了西西 这个真的是在下包过程当中 送了对面一个大礼包 头盔给破了 一分来到了8比5 看看这一分 哎 能不能做一些调整啊 这边SB再拿一分就拿到赛点了 哇 二星秒掉了18 还是要在这里练战吗 打个高爆 哎呀 这颗高爆 还好 没有想象中那么痛 所以说你暴露自己的位置的话 呃 能转点 尽量转点 躲对面的高爆或者反闪 现在是一个五打四 罗浩二星 看长旭能不能顶住 三个人 三个人 直接下 哇 没有开出来枪 被打掉 那这样的话AE A包点可以顺理吃下 这局应该是能拿下 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 好 AE是成功的扳回一分 8比6 哎 马泽跟西西感觉又要对决了 感觉很赶跟他对啊 没错 萧麒伦胆子还非常大的 放了一颗烟雾 用着这个烟雾的掩护 去跟 逼二轮人队 要打了 这边 这边管道做斗警 结果三个人来抓他 没息第二时间 想对死亡们这个地方 啊 还是持不下来 哎 这边阿兴把18打掉了 四打四 锁定阿兴的位置在管道 没办法 只能跳下来 哇 这个补枪真的快 西西一为四 有没有机会呢 你西西的手感有可能 保了位置 哎 有人要打背身了 哇 哇 这个干嘛 马泽 没有嘛 这应该是雪不多 就一滴雪 所以说瞄准了头部再打 看了半天 啊 这个真的 等视角 肯定是在等视角 那这一局的话 选择了一个 哇 那这样的话 鼻孔压出来 可以 我感觉可以提前恭喜 SV 哎 剩下没息 一打 一打 这个有点难了 这个太难了 好 那是 恭喜SV 2比0 战胜